学习效果里面的一个超级键 就是从视频上面将需要的对象给它抠出来 好,那我们先将素材 绿木素材拖到这个时间桌上面 保持性有十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效果里面输入这个超级键 超级键输进去 然后再把它拖到这个素材上面 接下来我们到效果空间里面去 大家看到这里就有一个超级键 在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频 一只鲸鱼在这里 而它边上基本上都是领 颜色是一样的 颜色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先吸取颜色 淚色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淚色的就没有了 但是这样并没有磕干净 我们还需要把这选择射成Alpha同道 大家看到没有 好,我将屏幕拉近一点 这个地方,你看 没有磕干净 没有磕干净 好,那我们来调一下它下面的一些参数 这样子啊 白色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黑色这个是不需要的 是需要抠除的 那我们这里一个个来调一下 比如说特明度 调一下 这个的话 也没有特定的那个啊 你直接根据需要字这样调的就可以了 阴影调无所谓 容差的话 容差越大 那么与它相近的颜色都可以被扣掉 把机子我们调一下 看没有 这里就黑了 好 我们再来调一调这个 阴影容差 看一下啊 高光这 你看这里还有一些白色的 我们要把它调掉 一点一点调 好了 这样子啊 还需要更加精确的 那么下面这一些 比如中间字啊 这些都可以去调一下 调一下啊 调一下 颜色 饱和度 这一些 多去调一调啊 色相 调一点点明亮度 调一点 好了 那么这样调好以后 然后再给它恢复到这个合成 我们再播放一下 边上瑞色的颜色 润目已经被抠除了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链接给它除掉 把这个声音给它拿掉 好 那我们再去拉一段素材过来 拉一段素材过来 拉一段素材过来 比如说这个素材 拉下来 好 我们把这个瑞末这个素材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轨道 然后再来调整一下这个 把这个先隐藏掉啊 把瑞末这个先隐藏掉 然后把这个调一下 缩放一下 把它变大一点 好 再我们来观察一下 刚才隐藏了 我把它调出来 重新看一遍 好 那么这个润目调整 它 这个超级键啊 它主要是调整那种 润目 背景颜色是瑞色的 或者是颜色是同一种颜色的 这个视频 那么它可以把它抠出来 然后对它 对其他这个素材进行组合 那么更多熟练的话 大家还需要自己找素材 自己多练习一下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